好 这个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杜文文先生 我们一起来讨论 你好 杜先生 我们刚才说俄罗斯方面在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时候 他的发言人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表达 说这个动作是为了与特朗普政府来做个了结 这种说法并不常见 所以也想听听您的观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了结 为什么要这样来表达 这个了结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嘲笑 第二是警告 特朗普对俄罗斯发动了大国竞争 而且从退出各种军控条约来看达到史上最高 无论是退出的武器装备贸易条约 包括您提到的天空开放条约以及中道条约 实际上是造成了美国与俄罗斯军事紧张关系的极度状态 这个状态下俄罗斯针锋相对 美国退什么约 俄罗斯就退什么约 所以面对美国联合盟国所进行的大国竞争 俄罗斯没有退缩 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精神 所以经过四年的所谓大国竞争 俄罗斯目前高端武器装备技术 特别是一些具备俄罗斯特色的武器装备技术 层出不行 特别是在超高声速武器 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方面还明显领先 所以这个嘲笑的声音对特朗普本身就是送行 另外一种警告信息 如果按照目前拜登政府依然把俄罗斯作为最大的军事威胁 那么今后所有的敌视俄罗斯的政策 结果和特朗普完全一样 如果继续在退群方面 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所有做法 俄罗斯依然有能力 有决心 把所有的竞争做到极限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也是对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的一种警示